大家好我是紅沙 那這一陣其實是一個超級豪華的陣容 他是月鷹入場型的SP香香奈落陣 香香奈落搭配還有一個玲瓏 那玲瓏剛剛好又是搭配這一次新版的SP武將 那只要有盾其實就可以觸發到悲迷乎和許楚 但是呢因為你這個東西把每個人都變成只有30分 就是一半血了 那這一半血的時候呢又可以觸發循玉的補血 那循玉的補血呢又可以觸發到悲迷乎許楚還有香香 那香香呢也會因為補血 然後去觸發他的覺醒技喔然後造成這些耐弱 那他其實只有6隻喔那是我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我放那個有人挑戰的時候我放了7、8、9 如果我沒有放7、8、9呢其實我應該會被玩瘋齁 這陣就真的是狂兵實在派的是太豪華了 那這地方也要注意到一點 SP背迷乎的補血並不會觸發到SP孫上香 是在我上一部影片喔有稍微跟大家講過了 因為背迷乎呢是回合末補血的 他並不算是技能補血 所以是沒辦法去做任何的觸發的喔 但是呢循玉的補血是可以觸發到許楚背迷乎 就是甘夫人和孫上香的 所以許楚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後他還搭配了玲瓏神靈喔 玲瓏神靈之前會覺得他到底有這個陣 到底是在幹嘛 不過在這一版搭配這兩隻新SP的時候 玲瓏神靈變成一個神神靈喔 那就算剛剛我有草皮 我依然是被狂兵給掃台了 好那這個東西也分享給大家看看喔 看大家怎麼去做一些其他的搭配組合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掰掰下次見 掰掰